委員好 主委好 主委,現在陸委會要 研你修法 那 現在這樣的一個 計畫,是不是因為韓國一 去參訪,去建了中聯辦的官員 我想這個 有長期因素 也有短期因素 就長期來講,月2號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推出以後 那麼總統也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因為這個情勢已經很大的改變了 那另外香港的一國兩制 在過去 實施 嚴重限縮上的高度自治 那麼一國的精神彰顯出來 所以本來去香港不需要 申請許可 那現在我們希望把香港 我們的政務官 社民人員,縣市長 直角市長 所以主委,簡單來講,是還不是嗎 是因為這是韓國一去建設中聯辦官員 所以你們現在要修法 還是不是 我想 長期因素是有那個 短期因素當然有一個觸媒啦 韓當然是一個觸媒啦 所以 針對韓國瑜 這件事情 這個人 這就是針對性立法 可以這樣子嗎,主委 不是,我是剛剛講這個觸媒 在台灣的法治上面 這面上是需要 因為以前是香港 澳門不必要 是不能這樣子如此針對性立法 不是啦 這個一個客觀的情勢 有些改變動嘛 那韓去 因為這次韓國瑜 去了香港、澳門 見了中聯辦官員 後來蔡英文總統下了指示說 陸委會你去研究 所以現在 陸委會才說 要來修港澳條例 這很明顯 當然就是針對性立法 韓國瑜條款 這個是完全違法相關的立法體力 是不可以如此針對性立法 主委 我看你這種眉頭 你認為是可以針對個人個案來立法嗎 我不建議委員做這種解釋 那主委到底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有長期因素 有短期因素吧 好,那你既然說元月分 那為什麼那時候不趕快來修法 偏偏在這個時候 這很明顯嘛 再來接下來,主委 所以這一次韓國瑜 去參訪 到底傷害了台灣什麼主權 到底傷害了台灣什麼利益 我想這分兩個層次 一個 北京精心設計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那麼 他在 元月二號 習近平講話 兩會 三月兩會之後 他一步一步往前推 那他布了這個局 那我們本來沒有想到 韓國瑜會去跨進中聯辦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非常政治性和門感性的動作 所以這個事情我也非常的驚訝 所以主委 因為一國兩制 你過去也有見過中聯辦官員 中聯辦官員 行輝山他來台灣的時候我也見他 你也見過嘛 行輝山我也見他啊 所以你也見過中聯辦官員 你那時候是用什麼身分 我陸委會副主委啊 你是陸委會副主委 你是一個中央掌管兩岸事務 是真正可以涉及到公權力的 一個政務首長 今天 韓國瑜他只是一個地方首長 你們陸委會包括 主委 在行前 你再三丁 你也去拜訪了韓市長 你也說 涉及公權力是屬於中央職權 授權指定陸委會與相關機關 才能夠與對岸簽署協議 如果只是一般經濟交流 不涉及公權力就沒有問題 所以 到底 一個地方首長 他有什麼方式 可以觸及到 涉及主權 這也是你再三叮嚀 而你見中聯辦官員 你是以陸委會副主委的身分 結果現在陸委會 你矛起來打韓國瑜 打一個地方首長 他跟委員報告 甚至要針對個人來凶法 現在台辦的官員 不管地方台辦的官員 他到台灣來 我們都要業務啊 好 所以主委 是他到台灣來 那你有讓國人知道 你們會談內容 談了什麼 這個你來調劍就黑啊 那現在你憑什麼要求一個 沒有辦法談涉及主權的地方首長 去公開他談什麼 去公開他談什麼 你有什麼立場去這樣子 指責一個地方首長 主委你有臉說別人 沒臉說自己 不會啊 對 不會啊 因為他 沒有這個行程 原來就沒有這個行程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是因為我們要求你 你才敢公開 為什麼隔了這麼久 你是2001年 到現在隔了將近20年 在國會殿堂 我們要求你才敢公開 那你今天為什麼要求一個地方首長 以前沒有人要求啊 以前那時候沒有人要求啊 你是駱惠副主委 沒有人要求啊 好 所以你今天就是 別人可以 自己可以做 別人不行 自己不敢公開 要求別人公開 更何況你是駱惠主委 我是地方首長 我當然要來說明 國內有餘力啊 當然可以邀請你來說明啊 所以主委 我當年的事情 兩套標準 永遠就是 主委 你們民進黨政府 一貫 就是雙重標準 好 謝謝蔣萬安委員 所以最後 主委 今天你們這樣的修法 你們到底修法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怎麼規範 你們研議怎麼修 我就是把原來 去大陸的聯審基礎 在港澳條例修 建立起來就這樣子 所以你們要把 兩岸條例三條之一 那樣的申請 那樣的方式 就是 政府官嘛 設密人員啦 直轄市長啦 縣市長 這些人 那麼如果去港澳的話 應該要申請 聯審制度嘛 就是比較去大陸的 所以他能達到什麼目的 你們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是未來這些 政務官 公職人員 縣市首長 未來到港澳 你們會做什麼限制 事前交流他們申請 還是事後有 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定的透明化嘛 怎麼樣透明 本來交流又有一個管理機制嘛 怎麼透明 就是預先你要提供行程啊 對嘛 那只是要知道你的行程啊 申請啊 那有辦法達到你們現在 一而再再而三 講的 所謂避免密室嗎 你們要怎麼修嘛 你們具體要怎麼修嘛 這是兩回事 兩回事那你 那你到底是什麼原因要修 就是我 我剛剛講的長期因素 也有短期因素嘛 好 最後30秒 主委 我看到你們的新聞稿喔 我完全不解 到底 今天 韓市長 他有講過 說他支持一國兩制嗎 他有講過嗎 他有沒有講過 主委 如果沒有 為什麼你錄了會 新聞稿裡面 說 遭利用為一國兩制背書 默認一國兩制 今天 人家沒有說過的話 你竟然用這麼重的 放在你們新聞稿 說人家 為一國兩制背書 默認一國兩制 台灣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的情況 沒有說過的話 你硬塞到人家嘴裡 說人家 默認 他說他要選 看看以後 這是你們錄有會的新聞稿 他說他去奧門選特首啊 所以咧 然後 你們這樣子 他看完香港以後 就跑去奧門說 奧門選特首啊 他可以去奧門選特首啊 好 所以你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句話 你們發新聞稿 說人家 為一國兩制背書 默認一國兩制 配合中共推動一國兩制 好 謝謝蔣萬安委員 主委啊 好民眾看不下去啊 我們請稱主委提供書面報告給蔣委員 我們搭配送給蔣萬安委員 谢谢大家